夜里男子尾随前方男子 直接追上去 拿了手上的拖鞋 就往对方头上用力打了一下 看对方不理会 男子又追上前 发动第二波攻击 这回朝的头又打了第二次 烟干要开始大吵大闹 路人赶快出来制止 高雄古山这名男子喝醉酒 从巷子闹到店面 原来他要去朋友新开的店家办餐会 结果人到了店却没开 酒醉的赵姓男子不满 看到有人从店里面走出来 双方就发生口叫 赵姓男子不满对方出现在店里 不但把店面花牌全部翻倒 随手就拿路边三角锥攻击对方 造成他眼角擦伤 因为他中午有黑酒 但是他都是被车掌 反正就是喝醉了 赵男守持路旁三角锥 挥舞攻击往南 精神之后提出伤害高速 直到警方到场满是酒意的男子 继续大闹 最后被带回派出所 酒后清醒 看看自己闯的祸 砸的店 恐怕会考虑下回酒少喝一点 记得侯昌腾金线中 领导致会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by bwd6